跟我跟我跟我一起去斗鋒 我覺得很奇怪 剛剛有多少人去看那個 石垢達過來的 奇怪我怎麼會覺得很多人在 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跳著看 還是他們從一半開始看 總是會覺得說 欸好像我把那個車講得很爛 可是其實我覺得那個車很好開啊 它就是停車的時候跟這個 市區的時候比較繞賽而已 你要聽好話那麼多車評對不對 你們去看那就好了 我不是整體我不是在打槍他好不好 我這個人是覺得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優點 有的人呢雖然他人緣不好 但是他還是有他的優點嘛 只是有些人的優點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發現而已 所以每台車都可以買 很多人都會那個解讀 看完就說 欸啦你的車最棒別的車最爛 不是 每一台車都有優缺點 我只是習慣性的說缺點而已 因為我覺得我要說優點的話 我就不用做了嘛 我還拍片幹嘛對不對 覺得我很不會賣東西很不會表達 我很難去賣 賣水果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吃過 我怎麼知道它甜不甜 所以我很不能接受那種 你在外面那個西瓜包甜有沒有 我沒有辦法賣水果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處理過 我怎麼知道它是甜的 我怎麼能夠賣給你的時候保證它是甜的咧 我在賣水果賣西瓜 然後你問我說 欸老闆這個西瓜甜不甜 我也只能用經驗告訴你 欸我這一批 我吃過幾顆 蠻甜的 還是說依我的經驗 哇 啵啵啵 好不好 欸我覺得應該 甜的機會蠻高的 啊我很難跟你講說 啊這一定甜的啦 你買回去啦 很多東西我很難賣啦 我沒有吃過 我不敢跟你說甜啦 對不對 我要吃過啊 我要車 我要賣你車 我要開過 我才說喔好開 我要開過 我才會跟你說 啊這個缺點是什麼 我沒吃過 我怎麼知道啊 我沒吃過 我怎麼知道啊 啊你科技儀器 你也是要侵入啊 你要侵入這個西瓜 啊西瓜被你侵入一個洞了 那就不是新的西瓜了啊 對不對 啊不然這樣子啊 你說甜不甜 不然現在剖開嘛 我們先吃嘛 我先拿那個 測試儀來量它甜度幾度嘛 要不然我哪敢講這一顆 甜不甜 還好我不是沒人 欸對 要不然我沒有試過 我怎麼敢介紹 叫我幫你介紹女朋友 沒問題 我跟你講這個我處理過 這個不錯 蠻好用的 這個你可以交往 誰要啦 喔講到車子要試開有沒有 我以前就吃過一個虧啊 其實喔我從 開業到現在應該大概六 六七年 以前喔 我們都堅持一個事情 一直到現在喔 這個 這個傳統一直都在 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來跟我們 訂了車以後啊 到你交車比如說有三天 或一個禮拜的時 然後我們都會跟客戶講說 欸這個三天五天 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可能有空就會再幫你 試試車 不管是測試 五十或一百或兩百公里 就是 從你現在跟我訂車到交車 那個里程數是會增加的 好那我們會跟客人說明為什麼 我覺得 畢竟它本來就中古 那你買中古的 你也不care多那個三百五百公里 或一百公里 但是我覺得我們如果有時間幫你多試 有試到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在交給你之前 幫你 整備好 好就跟上次我們那個 520的變速箱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傳統已經好多年了 然後很多的服務人員來來去去 可是我們曾經遇過 一個客人喔 因為這樣 他跟我們退車 他說小四哥我知道你會幫我們試車啦 可是喔 從訂車到交車多了三百公里 這樣我不能接受啦 喔啊你們這段時間就拿我的車當公務車 欸他講了一個 康他人之鎧 喔對 我車這麼多 我為什麼一定要開你的車 我車一百多台 我為什麼沒事 你的車特別好開 沒有嘛 我們的認定就是 我們去買便當也好啦 我也開嘛 可是不是說我貪小便宜 為了買便當用別人的車 不是嘛 那有也是我家的啊 那我只是覺得說 幫你試到的 塞車也好啦 短暫長途 我們去試 有試到這個車礦 有問題 我才有辦法把你 處理嘛 總比你回去發生問題 當然你回來找我 我也會幫你處理 可是那個感覺不一樣 對不對 我的感覺 我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他沒有 沒有 沒什麼好講 他講了康他人之鎧 四個字 我說 來我全部還給你 啊拜託你不要買 齁 因為我覺得賣給你後面也沒有再多愉快 所以乾脆大家不要買賣就好了 我心裡還想說 你知道有多少的客戶來訂車之後 拜託小獅說 小獅哥你可不可以有空 多幫我測試一下再給我 沒關係 你要開去台中開去高雄都沒有關係 齁 甚至有外面的消費者沒有跟我們買車的 齁 跟朋友買了一台車回來說 小獅哥 我可不可以付錢給你 你幫我檢查車測試車 那就算了啦 齁 反正 我覺得這個是剛好講到這個啦 抱怨一下好不好 小小抱怨一下 這個 我在這邊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在地球黃金線有講到一個關於這個二手車保固的問題 那也許有一些跟了酒的客戶聽過了 那我在這邊再補充一下這個內容 我大概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觀念就是 其實現在 因為現在有很多二手車的聯盟啦 或者是這個 甚至有新車的這個二手車 什麼 CPOA 三民一無二 很多消費者會誤以為說 他有保固一年兩萬公里 兩年三萬公里 這個二手車 新車公司的這個 二手車部 也有保固多久保固多久 他們會以為 二手車的保固會跟新車的保固一樣 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還有聯盟的保固啊 各大聯盟 他們 你們在買二手車的時候 給你一個保固手冊 那保固手冊的內容 你們到底有沒有 認真的去看 或者是去了解他的這個 內容 那我大概幾個重點 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邊 這裡總共有三間 我沒有講哪一間 反正 我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張這個 某間聯盟 或是某間原廠認證中午車的 二手車的保固手冊的其中 一個章節 那你們可以去看到 他要寫說 保固引擎本體包含什麼 氣缸體齒輪主軸層 有的沒的 好不好 那都不是重點 我跟你講 你要記得齁 有保固的 都是比較不容易會壞的東西 但是 你看到最下面這裡 我畫起來的 不含正式皮帶 電片 油封 油環 引擎 耗 機油 有沒有看到 下面的紅線 不包含變速箱 冷卻器 油管 有的沒的 有沒有 反正齁 重點 不保養的東西 才是你買二手車回來 會花到錢的東西 可是我跟你講齁 你們買二手車回來 會壞的都是耗材 好不好 真的啦 我問你啦 本體嘛 本體 引擎的本體 變速箱的本體就是什麼 手機的機殼嘛 你跟我買手機 我跟你保固機殼一年 問題是機殼是本體是不會壞的啊 會壞的是什麼 螢幕啊 螢幕是耗材啊 裡面的機板啊 啊機板是電子零件不保固啊 機殼要怎麼樣壞掉 摔嘛 摔壞了嘛 啊摔壞是什麼 人為的嘛 啊就是 爛爛爛爛爛爛的意思啦 我跟你講啦 這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啦 好 可是其實齁 我不是說 所有的保固聯盟 或是原廠的聯盟 這個手冊都在騙人 其實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 他一定要定一個規則出來 他不把規則定出來 會無所是從 那這個我們也能理解 如果線上了四百多位朋友 你們有曾經 來 小吃汽車買過的車 我連 保固手冊都沒有 我跟你講齁 我如果要 去 列一個保固手冊出來 齁 然後內容仿照他們的內容寫 我告訴你喔 你們來跟我買車 每台車我都可以保固五年 我 我沒什麼好怕的 為什麼 因為你這五年內會壞的東西 幾乎 都是不保固的東西 那 那些 其他的 不容易壞的東西 保固五年我沒關係啊 我廣告打出來更大 其實齁 剛剛有人提到啊 說 修理誰出 那我坦白話講 你來跟小吃買車 也許 我的車比較貴 那也許我換了耗材 那就等於是 你付了錢的意思 是一樣的對不對 但是你付了錢 你要記得 你雖然付了錢 但是 我花了時間啊 我是用我的時間去換你的錢 我也可以賣你更便宜 然後我不弄 然後你壞掉了 大家再回來揮說 啊你這是耗材 你是沒有保固 甚至你壞一樣我回來修一樣 你壞第二樣我回來修第二樣 我看你能壞多久 齁 這種方式有很多啦 本來小吃汽車的初衷就是 我用我的 專業跟時間換取你的金錢 還有你的時間 為什麼 第一個 你從一開始你想買一台二手車 你開始做功課 你開始研究 啊怎麼一台車有人賣15萬 有人賣58萬 你網路開始研究 甚至你打電話去 齁 車還在 你去了結果車不在 看別台 你打去都沒有 沒有我這代標的 齁 我這價格是代標價 齁 你打去說 齁沒有 那還剛賣掉 因為那還有事故 所以我看那麼便宜 好 首先你節省了前面 這一些花時間做封客 的時間 而且還 有可能被騙喔 有風險喔 你來跟我買了 你不用去花這些時間 研究這些東西 你只要知道 喔大概正確的價格 合不合理 在哪裡 大概知道就好了 第二個 買了之後 還要擔心說 欸我要驗 驗來 驗什麼 認證 驗有的不的 齁我要約在修理廠檢查 齁你耗材有沒有幫我換 啊他說有 是不是真的有 不知道 對不對 齁又節省了時間 再來節省什麼 你回來以後 真的車子出問題了 然後你找他 他又跟你揮 啊沒啦 那耗材的啦 啊那你原地買二手車 就是你要換的啦 沒有啦 那沒啦 那怎樣 沒有啦 沒有啦 都沒有啦 在那邊入銷 還是說 啊你受騙了 啊小師哥 我被騙了 我要不要告他 他跟我說里程數五萬 結果我去查 其實本來就十五萬的里程了 齁 啊我要不要告他 我不知道 你要不要告他 你把這些時間都節省掉了 齁 那甚至他 賣你很便宜說 那你回去自己修 然後你就 開開 欸 啊怎麼抓溫度了 然後請假去修車 開開開 冷氣不冷 喔 好 早一天 沒上班去修車 齁 你買一台車 你就在那邊 跑來跑去在那邊修 分好幾次 浪費時間 等等等等等 把你這些時間都節省下來 然後一次我們幫你做好 你買回去 你節省錢中後 這些麻煩的事情 然後我賺錢 啊你回去爽 大家不要卡卡嗨嗨 齁 不要說 阿媽我買一台車 擔心受怕 有沒有被騙 我是不是買到爛車了 啊 啊我這樣子回去找他 他會不會理我 等等等等 不用擔心 都不用擔心 齁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啊 剛剛有人講說 所以新車的這個 原廠保固 有沒有用 齁 來 這個我剛剛講到 一半齁 新車的保固是有用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上次在電視節目有講 假設你買一台新車 你回去 開兩個月三個月 避震器漏油了 你回去找他 他會幫你換掉 不用錢 OK 沒問題對不對 但是 當你買的是 原廠認證 同一個廠牌喔 你是買他的二手車的時候 你的避震器回去 他會不會理你 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他會說 這是二手的 避震器是耗材 當然每一間每一間的手冊內容不一樣 但是我要跟你表達的是說 不要以為在原廠買的新車的保固 跟二手車的保固是一樣的 他們不一樣 保固手冊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小事哥去原廠認證中午車買會不會被騙 我可以 蠻肯定的說 被騙的機率是低的 因為 我坦白話講 招牌越大越不應該惹事情 你像我 我現在不要說招牌很大 也算還不錯了 對不對 開個直播 400多個人看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不能有皮漏的嘛 今天我為了一台 10萬 20萬 30萬 50萬的中午車賣給你 跟你有糾紛 我不是很倒楣嗎 倒楣的是我啊 不是消費者 我覺得招牌越大 你被騙的機率應該是越低的 至少你在買賣的過程中 交易的過程中 應該是不會被 被陰啦 好不好 但是 單就於保固的部分 我倒認為說 不一定 你說我在原廠認證中午車 買了二手車回來 是不是我就不用花錢修了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耗材你還是有換的機率 好不好 我能夠跟你講說 你去大間的 大招牌的 甚至原廠的中午車 買 被騙的機率低 但是我不能說 是不是在原廠認證中午車 買的二手車回來 就不用再花錢整修 這是不一定的喔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也曾經遇過蠻多 蠻多案例的啦 包含原廠的認證的二手車的一些案例 我隨便舉個 兩個好了 我不特別說哪個廠牌 當我覺得 有些客戶的那個 認定的標準 我覺得 我覺得 辦事沒什麼到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你要不要回 你放心的原廠認證去買好了 因為 有些人他真的會用 買新車的一個 看法跟想法 來看二手車 但是他花的錢是 二手車的錢 但是他要求 車子是新車的品質 那曾經就有一個這樣客人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講說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人 反正聊聊聊 他後來就 就跑去這個 某原廠認證中午車 買了一個二手車 而且很妙喔 他買了之後還開來說 小師哥我買了 跟你分享 小師哥可不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我說好啊 反正你都來了 反正你聊那麼久了 就算你沒跟我買 你去別地方買 啊當作開槓 我就沒看 我記得 印象比較深 是避震器漏油 然後 皮帶 到了年限 然後 他就說 欸 啊怎麼我才剛 交車就這樣 我說 這本來就耗材 你就算到原廠認證 東武車買 也是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個應該是你自己要換 那基本上我檢查完 我說啊 車子是沒有碰撞的 齁 那里程數看起來是準的 然後也沒有泡水 那 這樣他就沒有騙你 那至於耗材的部分 你就自己要想辦法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一個事件 也是原廠認證 中武車 跟剛剛那是不同間的 他去原廠 買一台車的時候 他剛好他有拍 他那個玻璃上面 會放一個這個 齁 在前檔或玻璃 放一個規格表 這個車幾cc 幾年份 輪胎 齁 尺寸 什麼什麼什麼 規格有沒有 齁 售價多少 金爆價 三十六萬二 有沒有 齁 也不知道金爆什麼 超級鞍 有沒有 齁 大概就是這樣寫 好 重點來了 他剛好那個客人在 看那台車的時候 他有去拍那個規格表 規格表上面寫 十七吋鋁圈 車子上面也是 十七吋的鋁圈 結果他交車的時候 他 車子的鋁圈是十六吋 然後他就 小四哥 我去原廠認證中武車買 齁 啊 什麼十七吋變十六吋 怎麼辦 什麼什麼 欸 賺錢的都沒有我的 啊 你 公平啊 你過來小四哥 對不對 你如果去酒店 對不對 從一下車門口少爺 就小四哥 有沒有 小四哥 齁 大家來打結 齁 我們打開 欸小四哥你來了 有沒有 進去到坐下來 這樣 齁啊 我有面子耶 我跟你講 當人家叫你哥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了 沒什麼好事好不好 好啦 反正喔 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說那你回去就跟他 阿Q啊 因為 剛好你有拍下來 你有證據嘛 你就可以去跟他 跟他阿Q一下 後來怎麼處理我就不曉得 有沒有貼過卡夢的裝飾貼片 會不會時間到就脫膠 一定會脫膠的啊 F10外匯跟總代理價會差很多 不會 不會差很多 差不多 前驅車傳動軸壞掉 高速100以上方向盤抖動 所有底盤的檢測 說傳動軸 我跟你講喔 方向盤抖動有幾個地方 除了傳動軸 因為 你一定要先從傳動軸處理 因為你不可能先從變速箱處理 我有遇過變速箱裡面的 這個傳動機構齒輪喔 也有這種狀況 所以一定是從這個傳動軸先處理 IS200一代的評價好嗎 很好啊 棒耶 我很喜歡第一代IS200 超過後面的250200T 可是我喜歡的是IS300 可是IS200的通病是 它的內裝有環保漆 賣的TOYOTA款是比較少 有什麼原因 喔 有啊 因為買TOYOTA的客人比較龜毛 他都想要用舊車的 錢來買新車 所以 賣TOYOTA的車很累 所以 我比較少賣TOYOTA 也不一定啦 TOYOTA我會賣舊一點的啦 十幾萬那種TOYOTA 我就覺得可以買 賣十幾萬的TOYOTA比較 第一個 我覺得賣十幾萬的TOYOTA 我覺得是在幫助別人的生活 因為 他才花十幾萬 然後那個車不會給他帶來困擾 然後會為他的生活帶來幫助 所以 我覺得賣十幾萬的TOYOTA還不錯 那貴的時候就不一定 好 貴的時候就不一定 野馬2.3好帥 評價如何 野馬2.3不用評價啊 就是帥啊 那你為了帥 你不用管評價 就是先帥一波再說了 好不好 蓋瓜成瘦 對不對 我常以前 老一些 比較常聽我直播的人就 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2001FOCUS的MK1二手需要注意什麼 喔 這問我有得到啊 那個車我吃過很多虧啊 我跟你講 需要注意你的荷包要 飽一點好不好 MK1的FOCUS 汽油棒補 還有方向機 還有三角架很貴 反正他的零件都超貴爆貴 烤耳點火線圈 好 變速箱 這我也遇過 啊零件都很貴 自己保重 好不好 我以前賣過不少 吃過不少虧 欸聽說時速也馬差蠻多的 我坦白講 我還沒有開過時速也是真的 但是我是聽那個新車的車評 車評朋友們的分享 Focus三缸四缸哪個比較好 我是支持四缸啦 好不好 可是你說好要看層面 其實有時候 我們今天在 我在TVPS今天錄影的時候 我們談到一個內裝質感 這樣會不會爆雷 好啦 反正喔 其實有時候車子 引擎的運轉 你除了看他的 數據以外啊 那你到我 我看那麼多車 之後 其實我更講求的是 引擎運轉的質感 那質感具體上 要怎麼形容 我不太會 因為我沒有讀書 不管是你油門踏板出去的反饋 跟他給你的震動 聲音 聲浪等等 其實我還蠻講求 引擎的 運轉的質感 所以我最近開始接觸到 寶石節嘛 那我就開始 有一點在 因為我以前覺得寶石節的引擎 水平對渦引擎運轉的質感 覺得不是很喜歡 因為會那種 啦啦啦啦啦啦那種聲音 水平對渦那種啦啦啦啦啦啦啦那種聲音 我會覺得他運轉質感很差 所以以前其實更喜歡的是像 VQ引擎的那種運轉質感 以前最 最有印象我覺得 你們如果對摩托車有研究的人 CBR 喔不要 講以前不要講到CBR 你講FZR跟NSR就好了 兩個引擎的排氣聲浪的那個質感是不一樣的 一個比較細緻 然後一個比較高亢比較爆破 其實我說的就是那種質感嘛 他剛剛講說三缸跟四缸嘛 三缸跟四缸的差別 其實就是我覺得那種運轉的質感有差 還有每一個按鍵旋鈕也好 電動窗開關按的觸感 反饋感 質感 所以你們會發現我常常在拍片子 我在講一些新車的時候我都會說 哇這開關很沒有質感 齁啊這個後照鏡還會好像扭一扭會斷掉的感覺 有沒有 我很喜歡用這一種形容的方式是因為 我還蠻注重東西的質感 我喜歡有質感的東西 應該是說 也許 應該每個人都喜歡有質感的東西 那是更深入的啦 轉起來 按起來的感覺 那個質感是不一樣 還有引擎運轉的感覺 排氣管 運轉的 聲浪的 聲音的質感 所以我喜歡四缸的啦 說那麼多 引擎式拉桿底盤拉桿 日常生活代步車的重要性 我倒覺得齁 引擎式拉桿 跟這個底盤拉桿 它不是必要性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對車有一點興趣 偶爾會去想要試試看開山路 或者是開 稍微快一點的時候 那 它是一個CP值蠻高的東西 就是 你花一點點的錢 幾千塊嘛 那拉桿一直都幾千塊而已 那你把它改到你的 改到你的愛車上 然後你去體會一下 加上引擎式拉桿 不要一次改喔 你要一樣一樣改 一樣一樣改 然後去體會一下那個車子 你的車子有哪邊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改車的一個 樂趣 要不然齁 你一台車來 像很多種富二代 媽媽有錢要死 家裡 隨便買一台Golf給他 有沒有 很年輕 媽二十歲二十來歲 哇 去一台Golf 去就改一接二接三接 然後媽的卡錢也改了 碟盤也加大 旅圈也加大 什麼小都改好了 它根本就沒有體會到說 這個車子原本是什麼樣子 開起來是什麼感覺 你改了這些東西以後 一樣一樣 每一樣東西 以前在玩賽車GT有沒有 你要慢慢賺錢嘛 然後你去改一個東西 然後 你再感受改了這個東西 哎 靠一下動不住啊 動不住啊 幹 快點存錢再改煞車 一樣一樣改 你才可以體會說 這個錢怎麼花在刀口上 遊戲一登錄 那媽就給你三千萬遊戲幣 乾啊 先買一台那媽最屌的車 然後全部都改上去 然後媽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個車原本是什麼特性 開起來又是什麼感覺 我改的這些東西 帶給我什麼好處 CP值高不高 你就不知道了嘛 好啦 不過吼 那個也是我們在萬坦嘛 因為我們不是富二代 我們如果是富二代 我們不需要體會窮人的感覺 對不對 有需要裝引擎隔熱棉嗎 我覺得不用耶 就是原廠弄薄薄的就好啦 不用加厚啊 沒做版考直接更換門皮 是不是會影響後續的二手車架 對 會 會影響 最近的VOLVO妥善率好嗎 我不知道耶 最近的新車我還沒試到 不過我覺得VOLVO 我在 我 我遇到大概二零一 二零一五之後的 目前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以離一點都TDI好顧嗎 應該還不錯啊 就跟之前的GOV那個都差不多啊 K8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沒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K8東西那麼便宜 又或者是說全身上下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它可以花錢的地方太多 畢竟車也老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講 哪裡需要注意 不過以前的K8就是會有黃昏牌的冷氣啦 升降機太慢啦 升降機容易掛啦 那個分電盤容易掛啦 呃 水箱太小啊 就大概這些東西而已啊 新上架速化油插物維修保養等等需要費心的嗎 不用啊不用費心啊 只是東西比較貴而已啊 不需要費心 CRB已經幹什麼都沒有 沒有可以買那個薄的那種原廠型的就好了 外面好像有在賣啊 CRB好像有在賣啊 你可以買回來叫柯P幫你裝啊 或者叫柯P幫你問也可以啊 A5SB好帥 請問會比雙B難養有什麼通病嗎 沒有啊其實 VAG奧迪星大部分就那些情形啊 看有沒有吃雞油 里程數太高的話 怕吃雞油更嚴重 因為本來就會吃一點啊 變速箱要注意啊 然後剩下就是一些環保內裝的問題 我覺得VAG的狀況大同小異 Auris 油墊跟Focus哪個好 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啊 SIMBO 你自己喜歡哪一種樣子 然後 車評的 照片啊 看一下去體驗一下 從外觀跟內裝先著手 看你喜歡哪一台外觀內裝 我覺得是最重要 還有開起來的感覺 剩下的我覺得沒有一定的答案 Pajaro 1.8 Pini 好顧嗎 你說的是很舊的那個Pajaro嗎 那個應該零件不便宜吧 我沒有玩過耶 不曉得 車門被商保中原廠出保維修 直接建議更換門皮 二手車價有影響 有影響 原廠一定是這樣 他一定是叫你換門皮的 因為工時的問題 換門皮對他們來講相對簡單 那板金的師傅 人才越來越少 他也不想花那麼多工時去幫你板金 所以通常都是用直接換掉的 對他們而言是最快的 而且又是保險公司付 他們會用這種說法來跟你講說 反正保險公司會賠給你 所以就換新的比較好 可是其實這個說法 不能完全說是對的 很多人會去說 這個直接換一個新的比較安全 不會有公差等等 可是問題是車子有結構性的問題 你如果有去切割 你去轉動板件螺絲 那就會被視為是事故 所以未必是完全正確 換新的比較好 這不一定完全是正確的 但是一定會影響二手車價 可是你們也不用擔心會影響二手車價太多 很簡單嘛 當你的車越來越舊 比如說你過十年後才賣 這個影響你的價格可能不高 但是你如果在車一兩年之內 你就換過門皮 那會影響你二手車價就會很高 這曾經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以前曾經我有遇過一個類似 消費者的訴訟的問題 假設齁 我上次一個消費者 他屁股被撞到了 跟剛剛這個問換門皮的朋友一樣的情形 他後車箱蓋 他後車撞他 所以後車要陪他對不對 那後車說好 那我陪你啊 我把你的後車箱蓋 換成原廠的 新的換掉就好了 好啦 問題來了 這個車主說 那 我現在這個車 一年車而已 我是馬薩阿拉蒂 假設啦齁 我新車我買四百萬 我因為換了這個後車箱蓋 我現在賣掉 行情直接差五十萬 那你只負責幫我修好 請問這個折舊 我要跟你追討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台灣的車禍 我撞到你 我負責幫你修理好 喔 你說到原廠 我就幫你修原廠 換掉了這個蓋子 就沒事了嘛 阿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我幫你修好了 不然你想怎樣 問題來了 我這個車他就說了 我如果這個車 因為你這樣碰撞 我現在賣掉 因為換過這個板件 二手車價馬上折五十萬 請問一下 你也要賠我 因為曾經我有遇過的消費者 因為這個事情告上法院 他要求對方不僅要幫我修好 而且你還要賠我 折損 折價的部分 最後 來我先跟你直接破題 最後 這個訴訟 車主輸了 為什麼 第一個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你這台車你沒有賣 就不會有折價 你又沒有要賣 你又沒有要賣 你怎麼證明 有折價 你也要賣掉 才可以折價 才知道折價多少 再來一個 你也得要有一個完整的去賣 才知道完整跟不完整的 價差是多少 不然你要跟我要多少錢 你要跟我要五十萬 要不要去信他話話 這個車主就為什麼會找上我 他來找我開一個估價證明 說這一台車 因為這樣的碰撞 會折五十萬 他請我幫他開這個證明 因為我們有這個 建架師的執照 要蓋印章什麼 請我幫他開這個證明 那現在幫你開這個五十萬的折價這個人 你也沒有跟他有交易的事實 那你憑什麼說 差了五十萬 你隨便去找個汽車工會 開個五十萬的折價 然後你就要跟我要五十萬 所以其實這個齁 我還是建議各位消費者 你們在路上開車的時候 能夠盡量不要跟人家發生碰撞 是最好 安全才是最好 為什麼 因為一旦撞到 沒有人是贏家 他幫你修好了 結果以後你這個車賣了折價 你也是自己要打烏賽 對不對 阿法官說 人家就已經幫你修好了 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阿也照你講的 在原廠修 換原廠的 阿全額都幫你出了 那你還想怎麼樣 好不好 所以齁 撞到 都一定是吃虧的啦 S-CAP好養嗎 好養啊 反正你要買便宜的修旅車嘛 Savlin啦 S-Trail啦 S-CAP那個年代的 那個Level的 其實 難養不到哪裡去 不過齁 以這種車來講 你還是 二手車嘛 你還是以車況為主 其實我會收到很多問題 說小吃哥 請問2010年的什麼車好養嗎 小吃哥 我有一個朋友 要賣我一台2007年的什麼車 請問這個車好養嗎 要注意什麼 可是其實我蠻難回答的 因為我不知道 他要賣你的東西 他 將會是個多爛的東西 或是多好的東西 也不一定 搞不好這個朋友很佛心嘛 大包人都做好了 什麼東西都換新的 都換到緊繃了 然後才賣給你 那你就賺到了 你就不用擔心 可是通常啊 朋友 不是這樣 通常都修到一個程度 不想修了 丟給你 你自己繼續修 所以其實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有時候我還 蠻難回答類似這種 問題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別的地方看到的東西是 怎麼樣的東西 我不曉得 你如果問我說 小吃哥 我如果跟你買 你的幾年的escape 那個車好養嗎 我就可以很斷定 斬釘截鐵的告訴你 好養 也到啦 大家晚安啦 我要下班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走回來 走回來 好